歡迎大家來到香港這一天 今天的新聞主角一定是特首林鄭月娥 林太其實做官幾十年 相信市民其實都可以這麼說很認識她 但是又好像其實就 又不是真的很認識她 為什麼呢 她譬如今天宣佈了第二份的施政報告 在施政報告裏面 或者她上任了特首以來 一年多 我們似乎看到不同的特首 一個就是 她提到意見不同 分歧沒有辦法有共識 就要大膽做 做什麼呢 做填海 做禁電子煙 但是另一方面又說到 有很多問題 意見不同 她是不會坎頭埋牆的 這個就是普選 所以就不搞了 究竟誰才是 林鄭月娥呢 對於今天的一份施政報告 大家收不收貨呢 歡迎在我們的Facebook那裏 講一下你們的看法 今天她第二份的施政報告 就整六萬字 那就比去年應該多了 起碼都一萬字 近乎真的要什麼有什麼 我想看一次都可能 頭都混了 同樣地令人看到眼花撩亂的就是 林太 究竟她是 怎樣 其實會是怎樣管治 怎樣處理一些爭議性的議題呢 她入了政府三十幾年 九七之後三個特首 幾個任期做過不同的位置 去年當然了 就是特首選舉 贏了 做了特首 即是特區的話事人 現在看回來 她講的那些管治新作風 其實簡單來說 就真的所謂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就較為貼切 形容到她這種管治的作風 這次的第二份施政報告 主題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延點希望 所以她就宣佈了開展一些 東大魚山的填海 基本上大開水喉 用公帑來去補助 取消強積金的對沖機制 一些僱主可能要承擔的一些開支 另外就是增加婦女產格 多四個星期政府給了錢 這兩個例子 其實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例子 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 現在這個政府 解決一些老大難問題的方法 其實錢多 用一種這樣的方式去處理這些難的問題 當然了 首先那些問題 一些富裕產價 或者是對沖 強積金對沖 我相信都真的拖了很久 有些問題 市民有些對會 對這些問題都會覺得 真的有個希望了 是會解決得到 但是他另外一些推出的問題 看到的可能未必是希望 而是一大堆的一些問號 特別是這個叫做 很巧妙 他不叫填海計劃 他就叫做 願景 就是 明日大如願景 就是一些文字遊戲 不只是說填海 用願景 實在的就是那個數字 至少說幾千億 隨時不止這個數字 市民我想一想到這裏 就想不到希望 是想到一些 很多的疑惑 就是用這麼多的錢 去搞一個這麼大的項目 記者會裏面 也有記者問到他 這些是否正職工程 是否有人提到 一些逆天然行的事情 林太其實都沒有直接回應到 這些質疑 只是說希望市民 是用一個科學的角度去看 我想市民正正希望 政府做這些決定的時候 是真的基於一些科學 一些數據 做過一些可能性 各種各樣的一些研究 而不是令人感覺到 就是特首講了 就是一個人講了 拍了板就算了 林鄭在講到這個 大嶼願景的時候 又提到劉德華那件事情 大家都會記得 影聲劉德華 幫團結香港基金 拍了一條片 就是講他們的東大嶼 的斷海計劃 林太自己爆料 就說這條片 出了街之前的兩天 他自己看過那段片 他很驚訝 因為劉德華說的東西 他說劉德華都是認同的 不是照讀的 劉德華的一些想法 跟他的想法相當之相似 劉德華說的那些什麼呢 其中一道就是 香港停滯不前 要向前行 而團結香港基金 這個方案 推銷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敢創 要敢想像 要敢想像 整個方案 其實相當之有前特首 就是董建華 那種色彩 想到很大的計劃 當然因為董三十年 很多事情就無法執行 所以 林鄭自己在總結她管治的時候 過去的一年多 其實有幾句話 挺重要 可以看到她現在怎麼去處理一些問題 她說 她說 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方案 不會有一些全面有共識的事情 意見分歧 就不應該拖著政府 成為一些半腳石 所以 土地也好 田海也好 對沖也好 她就說 要以而有缺 以而有行 這幾句話其實都 挺有針對性 董先生那個年代被人批評 就是以而不決 以而不決 她現在呢 就 有沒有以 這個都真的很爭議 總之她就缺 要走 要走 從我的角度來看 她那個禁電子煙的決定 可以這樣說 相當之林鄭 相當之林鄭 意思就是 她自己在記者會都承認了 那件事情 是她上任的時候 上一屆的政府 其實她也有份 那這個立場 就是去規管 就是好像現在 規管一些煙草香煙的做法 是規管她 但是她自己就說 跟局長談完之後 就要推翻 推翻這個決定 所以就算之前還沒有的話 她的意思都是說 照跟立場去說 但是自己看看之後 都是覺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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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短期間 很明顯 都是過去三兩個月的期間 就180度轉變 她起碼 政府打倒了昨日 昨日的惡 那 電子煙究竟是禁 還是規管好 我相信 到現在我相信 都會有很多爭議 暫且不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一下政策決定過程的問題 過去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 決定 研究 考慮一些很多的因素 政治、社會、經濟、道德、自由選擇 自由選擇 各種各樣的因素 但是現在似乎看來 就是特首說了 因為符合公眾利益 政府 所以就要快快做 大膽做 林鄭就大膽做 很快把這個決定 調轉 馬上禁止了 變了制度程序 變得已經不是最重要的 我也可以這麼說 同樣的原則的話 但是她在處理普選 又不是這樣的說法 普選咬了這麼多年 我想盡快解決過她 怎麼都應該是符合香港的公眾利益 但是林鄭就沒有快快做 大膽做 只是說她不會罔顧事實 剛剛在電視的論壇裡面 再說回來 她不會罔頭埋牆 那究竟是哪一句 哪一句真 有些就不想罔頭埋牆 有些就會硬去 今次的施政報告 主題 除了說 研點希望 前面那句 就堅定前行 回歸21年了 我想香港人 對香港未來各方面的發展 究竟怎樣前行 其實都會越來越多一些問題疑慮 對一國兩制 就是怎麼走下去 就更加很多疑惑 近來金融時報 馬海工作證那件事件 也都使得國際社會 對一國兩制 其實回想回過去21年 國際社會 回應香港的事件 這件都是 算是一件相當 反應大的一件事 就是對一國兩制 那裏自治的質疑 是過去相當之少有 林太的回應 就是四個字 三個相信 對這些香港的未來 三個相信 相信他跟政府 會做好些事 建設好香港 相信香港人 會把握的機遇 相信 國家是 這個原話 堅強的喉盾 但是 就被談了香港人 對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 其實一些的憂慮 沒有對兩制的一些堅持 或者捍衛 做得好像他之前所處理其他的事情 相當大膽地去處理 反而令人覺得是無心 無力 那麼 不少香港人 不會感覺到 有前行的感覺 那麼 更加之 不會感覺到 希望 今晚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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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